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的内心最近不安定 非常的慌乱 反馈到梦境中就变成了人人惧怕的鬼 人心不安定 慌乱肯定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让人们的生活失去 这种给心理上生活上带来的影响往往都是坏事 那梦见鬼究竟预示着什么 梦到鬼的人们近期运势如何呢 接下来小将之和将友们一起了解一下 一 做梦梦到鬼预示着什么 做梦者如果梦到鬼 说明做梦者的身体不强壮是非常虚弱的 鬼是非常惧怕洋气的 而洋气足的人往往身体都很健壮 只有身体虚弱的人才会缺乏洋气 因此也大多只有那些身体虚弱的人才会梦到鬼 当一个人做梦梦到鬼就该反思自己 是不是最近有太多生活不良习惯了 如果有的话就积极进行改变 多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 二 梦到鬼的人近期运势如何 其实梦见鬼对人的运势影响很大 但不同的人梦到不同的鬼 运势变化也会有所不同 接下来小姜之就从多方面来为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一 从梦中鬼的种类来看 一 梦见骷髅鬼 骷髅鬼是白衣女鬼 僵尸的极端表现 当一个人情感极度缺乏到了一定极限 就变成了骷髅 蔡陈瑞说 骷髅象征着死亡 当我们对死亡特别恐惧 或者当生命力极弱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梦见骷髅 二 梦见恶死鬼 梦见恶死鬼的人吸毒者居多 恶鬼的特点是饥不择食 当人吸毒后会产生停时无法感受到的兴奋和快感 以此来麻痹自己 逃避面对自己心灵饥饿的状态 三 梦见吊死鬼 形象特征是吐着舌头 梦见吊死鬼表明他不敢面对自己内心阴暗的东西 更不敢表达出来 舌头表示想说的欲望 他想说 其实我很恐惧 我很害怕 但却又不敢说 四 梦见无头鬼 人的头部代表理智 胸部代表情感 胸部以下代表欲望 无头代表着理智与情感隔合得非常的厉害 梦见无头鬼 说明这个人理智太强 把自己的情感压抑得太深 然而 压抑的力量有多大 被压抑的阴暗面的力量就有多大 内心阴暗面的力量得不到宣泄 就会转化为梦的形式 五 梦见画皮鬼 还有一种鬼看上去有迷人的外表 但是身体周围出现很多龌龊的东西 比如一些黏乎乎的东西 这种东西代表经验 这样的鬼内心放荡 它代表性变态 信心里有问题 六 梦见厉鬼 厉鬼代表压抑着愤怒的情绪 愤怒的情绪积压久了 就会在梦中或是异象中出现厉鬼 这也表达了梦者对愤怒情绪的不接纳 厉鬼往往是长着两只鹰爪 刺着牙 眼貌胸光 受挫折多的人往往富有攻击性的心理 而这种攻击得不到满足 常会以一种方式转换 即梦见的厉鬼 七 梦见吸血鬼 常常看见或者梦见吸血鬼的人 有严重的依赖心理 梦见这种鬼的人觉得缺少情感和爱的时候 不去找自己的原因 而是通过吸取别人的情感 来维持自己的活力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女性 在情感上对别人极其依赖 整天追踪男性 电话打个不停 吸血鬼像中看不见的希娜 剥夺别人的情感 我们还会看到有些母亲对孩子情感的长期控制 其实这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情感剥夺 反而母亲对孩子有一种依赖感 二 梦见中鬼的行为表现来分析 一 梦见被鬼追杀 梦见被鬼追杀多主近期上司或者老板 给你压力很大 而你本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并不是一个聪明人 要学会锻炼自己的情商 与别人相处时多些圆滑 方圆之道 方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二 梦见鬼很友好 梦见鬼怪很友好 虽然你生活中有些人际关系问题所缠绕 但好在问题的核心也最终能够被解决 你本人的心态是很关键 与别人社交时多些真诚 对梦者来说更有利于得到信任 三 梦见鬼飘走 梦见鬼怪飘走 近期内你的身体状况 会有不是多事工作压力造成的 你的工作与身体例行相关 则需要与别人一同努力 不可大包大揽 将工作都揽在身上 四 梦见鬼吃人 梦见鬼怪吃人会在工作中成为别人的替罪羔羊 别人会把问题加害给梦者 五 梦见被鬼缠身且不能说话 如果梦见被鬼缠身还不能说话 意味着做梦者紧急太过压抑 最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且中途少说话为妙 六 梦见鬼与自己说话 如果梦到鬼跟自己说话 意味着最近受了压制 一切行为都不能够自主 内心会非常的压抑 而且很容易受到外人的支配 很容易上当受骗 七 梦见鬼是自己的至亲至爱 如果做梦梦见鬼魂是自己的至亲至爱 那可就要万般小心了 一个人的至亲至爱 往往都是非常在乎那个人的 他们在那个人的梦中出现 多半是在警示那个人 最近很有可能会有危险的状况发生 因此当做梦者梦见自己的至亲至爱 变成了鬼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一定要小心谨慎 提防各种危险的发生 三 结合自身情况分析 要分析梦到鬼是极是凶 就必须分析你是否怕鬼 如果不怕鬼 甚至还有点喜欢鬼 例如从来没有见过鬼 所以对鬼就特别好奇 想知道他们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梦见他们 往往就是指你特别好奇心 最近特别重 最近对鬼这种文化特别感兴趣 如果你非常怕鬼 一到了夜晚 就觉得四周有数不清的鬼魂 在围绕着自己飘荡 自己被吓得寒毛都要掉光了 那么梦到鬼 往往是指最近生活有了意外变故 而且这个变故 不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因为梦境是人们心里的反馈 只有内心感到惊慌 慌乱 就像看到鬼了一样 才能够在梦中以鬼的形象 来体现出这种情趣 心情 而这种所谓的意外变故 对人们来说 自然就是凶了 不过也不必太过担心 因为生活再困难 也不可能真的能够碰到 像见鬼那样恐惧的场面 这只能说明 你的内心非常脆弱 碰到了危险 就让自己无法冷静下来 就心跳如雷 很有可能 这件所谓的意外变故 对你来说很惊恐 但是对你的生活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 鬼本身就是一种 非常玄幻的东西 在梦中梦到它 就更加玄幻了 综合而言 其实梦境是人们心里 对大脑的一种反馈 心里开心的时候 大脑接收的 就是喜悦的感受 心里恐惧的时候 大脑就觉得是压抑 进而就联想到了鬼 然后反馈到梦中 人类就梦见鬼了 但是梦到鬼 也不一定是坏事 要视情况而定 梦到鬼的大多数情况 是做梦者太过压抑所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 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